人这一辈子,要不断经历大起大落,最终也不过是赤裸而来,赤裸而去,所以,最重要的,都不过是路上的风景。 有人风雨兼程为你而来,只为与你走一程,也有的人让你辗转反侧,求而不得。 即使他们最终,都只是你回忆中的一缕青烟,但是都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念想,也是最深刻的感动。 当然,难免会留下遗憾,而有的时候,恰巧就是那些遗憾才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 每一个人都会哭,会笑,会愤怒,所有的情绪没有优劣之分,可是有的时候,情绪会牵制一个人的行动,这才造成了大大小小的遗憾,而有的人,一辈子困于其中。 其实不必太过于执着,我们对于这个世界,如沧海一粟,渺小甚微,随着时间颠簸,最重要的,不是昨天也不是未来,而是当下。 你能做的,就是过好当下的生活,这样才会在前进路上所向披靡,只要你明白以下几个道理,你就会豁然开朗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起学习,更多与人相处之道。 一,没有李子,就不会有人给你面子。一代宗师里有这样一段台词,人活在世上。 有的活成了面子,有的活成了李子,而只有李子,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。 生活中,很多人往往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 看到别人家买了车,买了房,自己为了争一个面子,不顾实际情况,打肿脸充胖子,最后生活家庭陷入两难,发现别人有赚钱的头脑,想要效仿,又拉不下面子去请教。 出去吃饭游玩,明明囊中羞涩,却总是抢着买单付钱,为了面子,很多人硬生生把自己称成了傻子。 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?人人都想要面子。但面子,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的,也是最没用的东西。 为了面子,掏空家底装豪气,别人其乐融融的时候,你在为如何还分期发愁。 为了面子,咬牙死扛不肯低头学习,你在不甘心又无能为力的时候,别人早已上了好多不台阶,看见了更高更远处的风景。 成熟的麦穗,总是低垂着头,饱满的向日葵,才会被压弯了腰。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,往往谦卑有礼,强而不骄。 装出来的面子,如同绚丽烟花一般,绽放片刻,长久消弭。 也许你在装的那一刻,赢得了些许掌声喝彩,但谎言被戳穿的那一刻,别人只会更瞧不起你。 亦不会给你面子。 真正的面子是正来的,不是装来的。 人们只会尊重强者,不会同情弱者。 当你放下所谓的面子,努力提升理智,让自己从一只萤火虫变成闪闪发亮的星星时,面子不请自来。 二,做人做事,知分寸,懂进退。 分寸是做人的底线,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分寸,任凭着自己的欲望,然后去破坏别人的家庭, 这不仅仅会受到所有人的谴责,还让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窄。 三十而已中,被人骂得最惨的一个人就是林悠悠,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婚姻侵入者。 原本顾家和许幻山过得很幸福,知道许幻山去北京出差后,认识了工作人员林悠悠, 而悠悠就在跟许幻山接触的过程中,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她。 但是林悠悠明明知道许幻山是一个有家庭的人,但是还是没有底线,没有分寸地去勾引她, 然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许幻山的城市,用尽各种手段和心计去接近许幻山。 在别人看来,林悠悠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小三,她不仅得到了许幻山,还试图想要跟顾家正面冲锋, 一次次地用一些物件去提醒顾家。 她就是许幻山的小三,想要彻底将许幻山归为自己,然后让他们离婚,还去幼儿园搞顾家的儿子。 一切都顾家知道之后,迎面而来的就是林悠悠被顾家收拾,因为林悠悠已经触犯了顾家的底线, 所以,才让顾家毫不留情地教训她。 其实当时许幻山已经叫她离开这里,回北京了,但是她还是不懂得退让, 绝对一切都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,却不知道,其实一开始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婪, 不懂得分寸地去,喜欢一个有父之父,没有了道德和底线,倾鉴自己。 这样一个不自爱的女生,其实那个男人一点都不爱她,都是她自作多情。 希望林悠悠这样的人,能够懂得怜惜自己,别总是想着走歪路,而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路走死。 正如顾家的父亲说的那一段话, 人呢,要懂得知难而退,人生路很长,别在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 别人的生活,毕竟是别人的生活,别人的家庭,毕竟是别人的家庭。 抢来的,不一定有自己想得那么好,别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,就让自己淹在一个小水坑里。 三,生活是自己的。 取悦自己最为重要。 或许,这漫长一生,我们时而会觉得寸步难行。 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。 周遭太多人匆匆行走,我们总不自觉把目光定在他人的步调上。 所以,自己的脚步也难免刻上了他人的印记,甚至步入他人的路途。 生活是自己的,他人如何都没有那么重要。 人生的每一步,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,那些追求也应该是在为自己考虑。 每个日子都能充实而欢愉,朝着自己的目标方向,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。 看到一个故事,故事关于一位老人。 老人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年纪,却仍然一个人在外卖小吃。 当有人问起他,为何这样做的时候,他说想要做些事来充实自己的生活。 他的一生也可谓苦难。 十几岁时失去父母,一个人四处漂泊,食不果腹时甚至能把树皮当作食物。 不过提起这些时,他的脸上并没有丝毫抱怨。 而是坦然自如,用轻松的语气说遍自己这苦难经历,却还感恩环境赐予得万般美好。 他并不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。 只做自己喜欢的事。 人生的下半场,要明白生命的意义。 要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,生活即便苦难,如此也不值一提。 四,人生就是续和负的过程。 在《活得明白》里,梁小生写出了他对为人处事的深刻理解,也对生活,对文学,对人生,对社会做出了探问,为迷茫的读者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向。 在梁小生看来,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的流水作业,它是不断叙入,不断付出的过程。 而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叙入。 也就是积累写作素材。 这些素材往往是零碎的,不连贯的,甚至在那个当下是无意义的,但正是这些琐碎的生活中的人和事,构成了一篇篇令人赞叹的文章。 其实,何止是写文章,生活中做任何事都是一个续合负的过程。 梁小生的父亲有个捡破烂的习惯,每每走在路上,时常会忽然弯下腰去,从地上捡起一根铁钉,一枚螺丝钉,一节废电线,一段铁丝,或者其他的什么不起眼的小东西,拿回家里放起来。 刚开始,梁小生不理解父亲的这个行为,还常常觉得不好意思。 后来他发现,这些破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突然就被派上用场了。 梁小生的观点和他父亲的故事,让我想到了北大彩女,脱口秀演员李雪芹提出的一个塑料袋理论。 在一档节目上,李雪芹说,他们东北家庭,有一种习惯,就是攒塑料袋。 买完菜或是点完外卖,他们总会顺手把袋子攒起来,放在一个柜子里。 有人可能会说,都什么年代了,还留着一堆塑料袋,不舍得扔。 但神奇的是,有一天你不知道需要用什么东西去装物件的时候,你把那个柜子打开,总有一个袋子正好适合装这些东西。 谁说不是呢? 就像今年突然爆红的新东方主播董雨辉,要不是小时候喜欢阅读,看了那么多书,也不可能在直播的浪潮中,用一反常态的娓娓道来,出口成章,轻而易举地赢过那些,靠生死历劫来卖货的主播,成为主播界的一股清流,一夜爆红。 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很多人接触到一件事物,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这有什么用。 觉得当下没用,就转身放弃。 但续入的过程,就像是到银行储蓄。 储蓄的时间越长,数目越大,利息越高。 所以,我们少问有什么用,而是扎扎实实地过好每一天,直到某天,你会发现,你所续入的,一定能派上用场。 请你务必相信,公布唐娟的意义。 莎士比亚曾说,一个人思虑太多,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。 人这一生不过是路过人间,有人来,就有人走,不必想要留下一点什么。 只要欣赏好路途的风景,不枉走过这一段旅途,足以。 所以呀,世界很大,烦恼很多,到处都是惊涛骇浪在敲打,而向往的彼岸似乎越来越远。 将视线放长远一些,不困于脚下的方寸阴影之中。 坚持自己,知足且尚进,你会发现,世界另有一番风景。 一定是权自我用的途越来越来越境。 进来真正历米,迷走为施补合是因爲的。 例えば,我们在两倍线上证明,我看起来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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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速。 所以,我看起来越来越来越少了。 已是迷走 als远港,最 jeune。